ESPA日前遵徐NASM娛樂的傳統 前往創辦人李秀滿的母校警服高中表演 沒想到在舞台結束後 竟遇到一連串荒謬事件 成員們準備離開時 大批男同學衝到ESPA身邊團團包圍 甚至還爆出有同學想闖入後台要求和ESPA合照 而這些人不但搶著合照 還把照片傳上社群網站炫耀 在下班路上男同學們也是爭先恐後的 拿起手機逼近ESPA 成員們明顯受到驚嚇 但還是要維持表情觀慮的模樣 讓大家心疼 這批警服高中的學生太沒素質 也大罵SM保全人員維護不周 更讓網友胡大的還有 那些男同學PO出照片後 還在照片上留下極具性騷擾含義的字眼 像是下流評論身材等等 還有人寫下 除了觸摸之外我什麼都做了 一人串騷擾行徑曝光後 頓時引起韓網一片罵聲 學者方面之後發表道歉文 表示對於SM和ESPA成員很抱歉 卻撇清網上的那些騷擾文章並非該校學生 而是一些被學校拒絕入場的外部人士 因為無法進場才故意傳出非事實的內容 然而這道歉文再度被網友砲轟 畢竟一堆照片影片都明顯是在校內被拍到的 這樣撇清關係真的是睜眼說瞎話啊